今天的老友記系 周惠敏 周惠敏 其實只是說回我們拍那幾部電影 說幾天說幾天好嗎 其實我第一天是緊張而已 第二天已經不緊張 好像是去玩一樣 因為小時候沒有見識過片場是這樣的 那Due姐有沒有擺款 當然沒有 有一次我很怕自己做錯事 我那天不知醒了 然後我死了 死了 死定了 你記到現在了 真的記到今天了 然後我去到現場 我第一個就找Due姐 我跟Due姐說抱歉 我自己遲到 她都沒有說我 她沒有兜花琴 對 馬上就說 你們在外面不要傳到我這樣 今時今日做這個節目 可以找那麼多老友上來訪問 如果我以前那麼壞 對 誰會理會你 你瘋子 不是我說的 對 而且Due姐很疼我 其實我們 我好東西都不認識 經常又要出埠 又要去拍外景 Due姐都會有時候 拍完東西 我們要玩、吃飯 她都會叫我們一起去 我又告訴她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一去到那間酒店 又肚子餓 又要吃飯 我不是跟你在一起 因為下面看到那些早餐很不開胃 但對面有間麥記 挺遠的 對面 一條馬路 雙線行車的馬路 尼敦道這麼闊的馬路 對 尼敦道這麼闊 走出去又走進來 走出去又走進來 因為過不了馬路 很冷 也很常有這樣的事 對 但你最記得就是 你推了她去 最記得就是 我們完成了演出 就是慶功 Rap Party 那一晚 Due姐在我旁邊 其實那時候你問我 有沒有試過喝酒的 是 我說沒試過 你說這樣就要喝一下 那就要喝一下 知道 因為作為演員 你也要知道 其實喝酒醉的是什麼感覺 Due姐說不要緊 我在你旁邊 我會照顧你的 誰知道她醉了 那我就相信 當然我當然是 相信對方 但是她那晚很慘 就是她喝醉了 我就喝了紅酒 我就是想快點喝醉 喝了很多 大半島嶺 是呀 幹什麼事呀 沒有啊 男人 她真的喝醉了 醉了 然後就慘了 那我整晚就服侍她 我跟她回她的房間 就想看她 有沒有其他人說 還好 我問她 她已經脫了 你叫什麼名 我說你不需要扣喉 你需要扣喉 扣喉會需要 原來她不知道什麼叫扣喉 但是我 falar不到 他就說我喉嚨沒有扣東西 因為我醉了聽不到你說話 我喉嚨沒有扣東西 其實我知道什麼叫扣喉 我喉嚨沒有扣東西 但我的腦都聽到不聽到之間 然後我還要說 我叫Doo姐幫我脫下眼鏡 然後你說其實你已經脫下眼鏡 脫下眼鏡 他還要戴硬那一隻 他醉了最擔心的是什麼 他就冒脫隱形眼鏡睡 那我就說我挺不愧的 那你那一刻怎麼脫下眼鏡 那我就張開眼鏡 他看見是沒有東西的 你不明白嗎 那我就說Vitain脫下眼鏡 他又不相信 但不是呢 一定要脫下眼鏡 是不是有一支棍子 有一支筆子吸出來的 不是的 我脫下眼鏡 我脫下眼鏡 總之很好笑的 那時候我生了全身都是走爛 然後在那裏一直病 病了回香港 病了15天 然後我跟你看電影 你帶我去看電影 我也是戴著筋子 包著頭 什麼東西帶他去看電影 因為我都不舒服 我們在加拿大看電影 那天不用開工 他就去看電影 去購物餐廳看電影 但他包得好像抽包打官司 但他又要出去 又有一天 又是在Montreal有很多事情發生 又是我 又是那裏 沒有什麼事情做 因為拍那間屋 裡面有一個琴 你記得嗎 不記得 有一個鋼琴 鋼琴八級 很厲害 一直在那裏彈琴 彈到人家拍了 外景收了機器 走 你們走 我們繼續在那裏彈琴唱歌 很喜歡音樂 很童真 你有沒有陪我 我有 你居然有 你真疼我 還有一個梳頭 Rachel 一個化妝 我們四個在那裏彈 一邊彈 然後就說 叫的士回去吧